迈入全新一年也象征着新学年的开始 国内部分州属的学校今天开课 迎接新一批的学生 而今年西蒙政府落实了多项 针对教育的改革计划 当中就包括废除一到三年级的年终和年底考试 教育部部长马智利就不忘提醒教师 专心教课塑造欢愉和有趣的教学文化 让学生轻松快乐地学习 教育部部长马智利两个月前宣布 今年起废除小学一到三年级的考试 改以客观式的评估制度取而代之 适逢新学年的开始 马智利今天上午在柔佛东甲 巡视当地一所小学的新学年典礼之后 预请所有的教师响应评估制度的模式 在塑造更有趣和有业细的教学文化之余 也关注学生的四大基础发展 包括阅读,书写,计算和分析推理 为了让家长能够更了解和全面掌握 新学年的资讯 教育部也将在各州教育局设立咨询服务柜台 明天起投入运作 到时候家长能够借此询问更多 和废除一到三年级考试 课本以及开学援助金等事宜的相关资讯 另外登加楼刮登一所国民型小学 今天迎来不速之客 备受孩子们喜爱的米奇和米尼老鼠 现身校园引起关注 原来校方是为了安抚刚入学学生的紧张情绪 特别安排卡通人物来凑热闹 顿时让孩子们破涕微笑 NTV7综合报道